屏東小琉球有潛水教練發現 當地有宮廟粉刷油漆 卻把塗漆排到海裡 造成海面上出現大片紅色污漬 潛水教練向縣府等單位檢舉 卻被踢皮球 縣府則是回應 派員機查的時候 沒有直接查戶到違法試證 已經要求宮廟改審 這處位於小琉球 海子口漁港的水域 海面上出現大片紅漆 所以就海讓漂流 連銷鋪塊都被染紅 這畫面讓潛水教練看了心驚 趕忙將影像記錄後向縣府檢舉 卻感覺像被踢皮球 海保署表示 經確認案發地點主管機關 為屏東縣政府 從回民眾投訴的宮廟查證 廟裡不少區域像重新粉刷過 廟內的洗手台也有紅漆殘留 但廟方拒絕受訪 只回印刷油漆是應應廟宇活動整修 不是常態 前往當地旅遊的民眾則認為這行為嚴重影響生態 縣府表示接貨通報就派員稽查 現場沒發現違法行為 縣府已要求宮廟改善排水 再犯可依漁港法開罰最高十五萬元 不過海保署檢視畫面後認為排放紅漆的行為人有污染海洋的疑慮 恐涉犯罰金三十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的海污法或罰金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的漁港法 將行文給屏東縣政府由縣府市勤結採處 記者王庭孟昭全屏東報導 黃庭孟昭全種